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張欣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香港消息 被捕約40小時後 黎智英12日凌晨被保釋 走出九龍旺角警署 從推友轉發的現場視頻看到 黎智英瀟灑走出旺角警署 期間被大批記者包圍 等候在外面的香港民眾歡呼聲一片 高叫撐蘋果撐到底 而黎智英的兩個兒子 和壹傳媒被捕的其他高管 都在11日當晚也先後獲保息 據悉 黎智英以50萬港幣交保外出 黎智英的身家已經被被捕前回了好幾倍 誰說資本家和人民系剝削關係呢? 在香港資本家和民眾是一體 齊心協力對抗野蠻和愚昧的暴政 網友們紛紛留言說 感動、振奮 共產黨幫香港培養領袖 這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 感人的場面 香港人真是好樣的 有情有義、勇敢的香港人 一次次感動到我 感覺好像是王者歸來的場面 坐牢幾天 身家暴障、威望大增 估計將來坐林鄭的位 黎智英等人被捕後 香港市民也紛紛搶購蘋果日報 以示對黎智英的支持 報紙賣得很快 報攤老闆說都是年輕人來買 接著報紙從日印7萬份 加印到55萬份 也全部賣缸 壹傳媒股價暴漲 並沒有在10日停止 11日香港市民持續購買蘋果日報表達支持 促使當日壹傳媒股價 開盤後上漲勢頭有增無減 當日早市結束時 壹傳媒再漲268%達到0.94港元 五市又經歷一陣猛拉 穩穩站上1港元 漲幅1度超400% 兩日時間 壹傳媒從仙股到豪股 最終收盤1.1港元 漲幅331% 黎智英個人財富因被捕40小時 而突然猛漲近18.97億美元 創始人及高管被捕 股價卻歷史性暴障 這種現象在金融界 特別是股市及證券市場極為罕見 大量香港人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此舉是用錢投票 是港人對中共當局侵犯新聞自由的抗爭表達 是民意對壹傳媒的支持 有評論說 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府可以觸佈黎智英 可以觸佈更多的反抗者 但他們永遠征服不了香港人民捍衛和追求自由的心 美國華府中國問題專家貴達認為 這是香港人面對白色恐怖 眾志成城的表現 他說 中共這樣一動 再次被國際社會看到它的卑劣手段 不用美國出手 已經足夠講迫世界社會 應該站在哪一邊 這不是送大禮給美國嗎? 8月11日晚上11點左右 被拘捕超過24小時的 前香港眾志核心成員周庭也獲保釋 他在走出警署後接受媒體採訪 指自己對這次被捕感到非常突然 也是最可怕的一次 深地說人爭取自由的路不容易 此前周庭也因參與社運已被捕三次 周庭也痛批港府不止以言入罪 更是無中生有 並說港警以港版國安法沒收了他的旅遊證件 擔保條件也非常高 網民將劉奕飛扮演花木蘭真人版電影劇照 與周庭戴口罩、頭髮飄逸的照片合併 紛紛指港版花木蘭無誤 真的花木蘭在香港不在迪士尼的故事中 劉奕飛R、周庭燕 8月11日曾遭到港警搜查的 黎智英赤子的四季常餐餐廳門外大排長龍 港人用排隊用餐的方式表示支持 包括年輕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 8月12日仍然有不少港人冒雨排隊到四季常餐餐廳用餐 黎智英租港警帝部39小時後獲准保釋 事件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中共官二代、前解放軍部資深記者江林和大紀元說 在黎智英租部的這一段時間內 他見到了香港民眾的溫度、金錢的溫度、世界的溫度 同時看到了香港締造了三項奇跡 第一個奇跡是股市奇跡 壹傳媒股價星期一成交量增長近4億港元 股價最高時被推高344% 收盤時回落至183%至0.255港元 星期二繼續增長 收盤時股價1.1港元 漲幅331% 投資者明知這些股票未來可能被封殺 非但沒有減辭,反而加碼 他說:「讓我非常感動 我看到這個消息時,眼淚都流出來了 這個讓人看到香港對金錢並不是冷耗的 是有人性溫度和良心溫度的 第二個奇跡是創造報紙銷售奇跡 他提到,原來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時 香港政府禁止商人向《蘋果日報》投放廣告 致使《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那時候黎智英說,不惜紮獲賣鐵 也要將這份報紙辦下去 那時候《蘋果日報》的經營已經非常困難 但是黎智英被捕消息傳來,產生了銷售奇跡 市民深夜排隊,不到早上8點 35萬份銷售一空 讓人看到香港民眾團結一心的溫度 第三個奇跡是創造國際輿論的奇跡 從美國副總統彭斯到國務卿蓬佩奧 到多位國會議員 從推特、面書、YouTube到世界各大新聞媒體 無一不用顯著的位置刊登這一消息 掀起了一股譴責中共暴政的風潮 還有媒體預估 黎智英將成為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江林認為 這對香港媒體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啟示 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 換言之,得民心者得媒體市場 就讓香港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這是壞事變好事的開始 是香港新的轉折的開始 江林回憶自己初到香港時 那時大部分香港媒體都仍是用人工檢治 排版的傳統方式 《蘋果日報》是香港第一個採用假白絲的蘋果軟件 作為報紙的製版排版 《蘋果日報》也是在香港首先引入商業模式的媒體 他說,蘋果採用低價運營的方式 迫使香港報紙價格一下就降下來 他提到,《蘋果日報》特點是堅持新聞獨特 當時有一幅畫令人印象深刻 畫中黎智英自己身上插了很多箭 也就是他的報紙不怕被攻擊 堅持自己的立場 因此引人注目 目前壹傳媒是雜誌、報紙、網絡為一體的多媒體上市公司 他認為,中共原本想讓港人見識《國安法》的威力 結果適得其反 在《國安法》惡法的壓制之下 讓港人看到了沒有退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團結起來抗爭 他說,黎智英等人的被捕可能也只是鎮壓的開端 更殘暴手段的鎮壓還會在香港繼續出現 不過,他們不會阻擋香港的團結 也阻擋不了國際社會對香港進一步的制裁 江林的父親是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一位將軍 從小在軍隊大院長大的 六四時任解放軍中衛的他 親見中共軍隊屠城一幕 1997年起 他在香港工作、生活十年 擔任香港時代出版社的總編輯 2019年離開中國 目前履居美國 11日,根據香港文言所發布的最新文調顯示 林鄭月娥民望持續下跌 以100分為滿分 林鄭只有26.7分 當中近五成市民給予零分 然而香港商界近日流傳 北京無視港人的民份 仍將支持林鄭年任 多做五年特首 文調顯示 律政司司長鄭月娥評分22.2分 是三位司長中民望評分最低 香港文言綜合力次調查數字 發現林鄭目前的平均民望僅得43.3分 再次成為歷任四位特首中 平均民望最低的一位 平均民望最高的特首是曾任權 首輪任期的66.1分 其次為董建華 首輪任期的55.8分 這次民調在8月3日至6日進行 就是政府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後 及美方宣布制裁11位京港官員前夕 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1001名18歲以上市民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指 特首及各文責司長的民望正夕都是負數 反映香港人對政府管治團隊抱有負面觀感 《蘋果日報》引述時事評論員周崇銘認為 近月有很多一連串野火事件 與其特首和司長民望或再下跌 但由於他們的評分已十分低 下跌空間比較少 相信民望評分變化不大 彭博社8月12日報導 中共的銀行亦密密配合美國制裁令 在美國有業務的主要銀行 包括中共控制的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招商銀行 都對林鄭月娥等11位受美國制裁的官員的開戶 持非常謹慎的態度 至少一家銀行已暫停對他們的這類服務 彭博資訊的數據顯示 直至2019年底 中共四大銀行的美元資金規模為1.1萬億美元 雖然中共官方力挺被美國制裁的11名香港官員 但在香港經營的多家中資銀行 為了在美國的業務和外匯交易不受影響 卻以實際行動來配合美國的制裁令 美國8月7日宣布制裁令後 美國花旗集團已採取措施 停止與受制裁官員有關的帳戶 英國渣打集團正在加緊審查銀行 是否與被制裁官員有交易 已暫時禁止被制裁者辦理開戶 根據各大銀行如聲展、匯豐、恆新等銀行的制裁政策聲明 嚴禁參與被美、英、歐盟聯合國制裁的任何活動 禁止開展或繼續客戶關聯 提供產品或服務或進行交易的商業活動 簡言言之 這些銀行都會遵從美國制裁禁令 這意味著林鄭等人將難獲得任何銀行服務 或只能到朝鮮或伊朗等不怕美國制裁的銀行開戶 駱惠寧所調刊的 我亦可以向川普先生寄去100美元 以供其凍結之用 有財經界人士指出 他連1美元都寄不出去 因為連帶的2級制裁 沒有任何銀行敢對換和轉賬美元給他 包括中資銀行 律政司長鄭若驊回應時說 個人利益毫不重要 美國的所謂制裁是徒勞無功的 但鄭若驊被制裁後 他和丈夫潘樂圖擁有63%股份的安樂工程 立即出售美國資產 有網友調刊說 這些人領工資恐怕只能是現金了 此外,香港警察的儲蓄互助會 現在也擔心名下的資產遭播 正將上百億港元的資產 投資轉移的中國的銀行 這個互助社是為在職和退休的警員 提供存款和貸款服務的 網友強烈要求美國 將它逆列為制裁對象 令人感到諷刺的是 根據《港版國安法》第四節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第29條說 直接或間接接受外國或境外機構、 組織、人員的指使、 控制、資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 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 均屬犯罪 外界關注 在港的國際銀行 包括中共自己的銀行 如果也違反了所謂的《國安法》 中共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呢? 制裁自己? 好了,觀眾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到越南新聞的頻道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者點擊下面link直接去訂閱 這樣當日的節目發布時 你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